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玛在印度佛教圣地 彼哈尔邦菩提加耶士伦金刚会场举行三日法会的最后一日 自责中共当局试图摧毁佛教 但是达赖喇玛表示中共的企图未能如愿 因为中国很多人都信奉佛教 87岁高龄的达赖喇玛星期六 在对信众发表讲话时作出了上述的表态 达赖喇玛从12月29日起 为国方信众讲授三日的菩提心识 2023年1月1日 达赖喇玛接受由格鲁全城真族供奉的长寿移轨 并向全球信众致以新年的问候 据今日印度星期日报道 达赖喇玛表示 他在参访犯喜马拉雅地区时发现 当地人都是信奉佛教法則 在蒙古和中国也是一样 尽管中共政府将法则视为毒药 并试图摧毁他 但是他们无法成功 佛教受到中国政府的伤害 但是不能够被摧毁 即使是今日 在中国仍然有很多信奉佛教的信众 报道说 达赖喇玛表示 西藏的佛教传统在西方获得很多关注 过去外界了解佛教只是一个亚洲宗教 时至今日它的哲学和信念 尤其涉及到心灵的修行 在世界上广为传播 很多佛学家都对这个传统的宗教信仰感到兴趣 达赖喇玛特别提到 在经过多年对佛教及其信众的打压之后 佛教在中国的影响正在增加 达赖喇玛说 不单是在西藏 甚至在全中国佛教的信徒都在增加 佛教也都对中国有直接的影响 因为中国一直都是一个佛教国家 但是在中国 佛教和佛教徒 也都一直受到残酷的压迫和严厉的打压 佛教徒